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超级战士节目组来到了66113部队的某边防哨所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哨楼呢就是八千里周猛边境线上最高的一座哨楼 再往那边走就是蒙古了 这里一年四季是干旱少雨 平均年降水量呢不到200毫米 而蒸发量却在五六百毫米以上 官兵们每天吃用的水都是从15公里之外运过来的 每年的十月份就开始下雪了 一直到第二年的四月份 那冬季气温最低的时候呢会降到零下三十五六度 雪深低巴的地方雪深甚至会达到一米 环境非常恶劣条件非常艰苦 但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我们的边防军他们日夜守卫在这里 我们本次超级战士的比武竞技将在这里展开 大家看我身上的这些军用电台装备可能你已经能够猜到了 是的 那参加我们这次比武竞技的选手呢就是来自这支边防队的一群暴武精英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王家家23岁2004年12月入伍 擅长通信器材维修 他的参赛誓言做最好的自己 齐心国25岁2004年12月入伍 他的特点身体素质好 擅长野外环境下作业 他的参赛誓言爱拼才会赢 全俊华23岁2006年12月入伍 他的特点吃苦耐劳认真训练 曾被表彰为全军爱军精武标兵 他的参赛誓言激情在凶只争朝夕 刘斌21岁2007年12月入伍 他的特点聪明好学速度较快 他的参赛誓言超越自己克服一切 张瑶伟21岁2006年12月入伍 他的特点不急不躁 心理素质好擅长密语翻译 他的参赛誓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第一关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五名参赛队员已经站在这里了 大家对他们刚才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我相信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因为谁也不想在第一关就被淘汰 我们第一关比的内容是报之通信 报之通信是对每一位报务员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他主要是考核我们的报务员的应变报之能力 和对密语的掌握情况 首先来看第一关的比赛规则 第一关报之通信比赛规则 参加比赛的队员从上楼底下出发 沿着旋转楼梯爬上上楼的顶部 然后利用观察室的望远计搜寻地面上的目标 发现目标后立即打开电台 用密语报告后方走步 要求用密语说出目标的顶情特征和所处的地理位置 勇士最长的战士即被淘汰 比赛即将开始 第一个出场的是王佳佳 在这几个参加比赛的超级战士当中 他是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 但是这种纯粹靠体力的比赛 他能行吗 爬上这么高的少楼 王佳佳已经是气喘吁吁了 草原上下午的阳光非常色烟 这对于王佳佳寻找地面目标来说 确实增加了难度 好在目标还比较明显 很快就被王佳佳发现了 他立即拿起爆发机 向总部汇报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恦 184两 58拐动 拐动 拐动 4两 58 14拐6 8拐5拐 181拐 拐8拐动 完毕 接下来出场的是齐心国 为了在上楼梯时保存实力 他奔跑的速度并不是很快 冲上楼梯之后 他的速度明显加快 由于速度太快 快到楼顶的时候 齐心国体力明显不支 几乎是走着上来的 齐心国在寻找目标时 还是不慌不忙 他知道 在这广袤的大跑源上 一不留意 就会错过目标 不过 这次目标 很快就被他发现 东南东南 东南呼叫 东南呼叫 听听听听回答 东南东南 我是东南 收到请讲 这里有报道 你注意操作 明白 一 二 咬洞 一 二 咬洞 一 二 咬洞 两 拐三 两 两 拐三 两 五 八 勾洞 五 八 勾洞 四 六 五 拐 五 拐 四 六 五 拐 五 五 八 勾 五 五 八 勾 六 拐 勾洞 六 拐 勾洞 六 拐 勾洞 一 两 三 四 一 两 三 四 钩拐三两 钩拐三一 两拐三一 两拐三一 拐八勾一 拐八勾一 勾动三两 勾动三两 五六拐八 五六拐八 完毕 比赛紧张而激烈 前两位出场的队员成绩都还不错 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失误 这给接下来出场的全俊华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压力 这个来自四川的小伙子是参加比赛的超级战士当中身高最矮的一个 全俊华是咬着牙冲出气泡线的 看来他要全力以赴 全俊华上楼梯的速度也不慢 看来爱军精武标兵的称号名副及时 搜寻目标是全俊华的弱项 由于平时身体素质的训练较多 在比赛之前他还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么大的望远镜 在寻找目标时 他明显地前两位出场的队员花费的时间要长 串了两圈之后他才发现目标 体验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我力 明白 第四位出场的队员叫刘斌 刘斌起跑时他的速度很快 看来他也不希望他第一关就被逃遣 刘斌的身体素质较差 上楼梯时他已经是体力明显不支了 跟其他队员不一样 刘斌一上来是从先用眼睛去搜寻目标 然而转他转去也没找到目标 最后还是不得不依靠望远镜 但这时他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 东连东连东连回家东连回家收到请问答 东连东连我是东连我是东连收到请问答 这里有办法 请注意查搜 东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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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42134 4538458 3拐勾2 3拐勾2 4拐8拐 4拐8拐 812拐 812拐 8234 8234 835 8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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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员一声令下 张瑶伟冲出了起跑线 张瑶伟是五名超级战士当中 通信业务最熟练的一个 但是爬楼梯对于体重最大的他来说就是弱象 他几乎是走着上到了最顶层 好在他在寻找目标时还比较顺利 多少为他挽回了些时间 动腰动腰动两回家动两回家回答 动两动两我是动腰收到请讲 这里有报道你操是怎样 动两四五 动两四五 三八四六 三八四六 拐动五一拐动五一 四五三两 四五三两 四八三一 四八三一 五八四两 五八四两 明白 请注意发向 报告完毕 经过了赛后的裁判评定 第一关的比赛成绩是 第一名 全俊华 用时 两分零一秒十六 第二名 王佳佳 用时 两分零二秒零二 第三名 齐心国 用时 两分零六秒七十五 第一关的比赛结束了 大家都能够很快的融入到比赛当中 都发挥出了正常的水平 张瑶伟表现最为出色 刘兵 你的速度很快 但是在寻找目标的过程当中 你耽误了太多的时间 这关 你被淘汰了 刘兵 请出列 当我前三名都跑完的时候 我想我自己的第一轮肯定不会输 因为我相信自己的体力素质 肯定要比他们要突出一点 发现我的问题就出在 我上上楼观察那个目标的时候 不知道是 跑楼梯转晕了还是咋回事 还是 自己看不清楚 总是找那个目标 那个目标也是黄色目标 跟这个场地也差不多成一个颜色 一下子也没发现 后来发现的时候 时间已经过得挺多了 为了参加本次超级战士的比赛 刘兵训练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虽然输了 但是刘兵并不伤心 因为他在比赛中确实付出了权力 反正我也没想过我会拿第几名 我就想的是 我进行每一场比赛 我都尽自己的权力去 去参加这场比赛 比赛中确实是 我们进行自己最大的 比赛中确实 比赛结束后我们才知道 再过几个月 刘兵就要退伍了 这是他最后一次 为所在连队参加比赛 这让他的离去 显得有些悲壮 驾设天线是每一名暴武兵 必须要掌握的一项内容 电台没有天线 就无法沟通和联络 暴武员的任务 也就没有办法完成 这关主要是考验 我们的参赛队员 他们在实战当中的运动能力 和驾设天线的速度 先来看比赛规则 第二关 驾设天线 比赛规则 本关比赛 主要是考验 在野战条件下 战事驾设天线的能力 要求司令队员 分别携带驾设天线的器材 首先架起一根 约十米高的天线 然后匍匐 越过离地 五十厘米铁丝网 再跨过一道滚网 独自一人 架起另外一级天线 接通电台后 立即与后方进行联络 联络不同者直接淘汰 比赛用时最少者获胜 第一个出场 还是看上去很斯文的王家家 他将两个装有天线力杆的袋子 都背在了身后 手里拿着线来 快走 裁判员旗帜一挥 王家家轻松跨过障碍 往外拿地丁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不能要让地丁线缠绕在一起 否则挤起来 否则挤起来将非常麻烦 现在的天线 采用的都是轻便的铝合金材料 安装也比较快捷 但是要注意底座和顶端的位置 不要出错 地丁要紧 被扔到离天线底座 大概三米远的地方 这个距离要求非常准确 如有偏差 天线立起来的时候 垂直度就会不够 王家家将地丁上的绳子 连接在天线的顶端 又将电话线缆固定好 才去往地上钉钉子 钉好两个钉子之后 就可以把天线拉起来了 但是很显然 王家家把绳子弄得太松了 以至于天线无法立稳 王家家在定第三个地丁的时候 天线已经摇摇一坠了 最终天线支撑不住 倒下了 王家家试图把天线再次举起 但是努力了一下之后 他举手示意 自己推出了比赛 按照比赛规则 王家家已经被淘汰了 接下来轮到齐心国出场了 王家家的实力 对他多少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但是他并没有慌张 而是沉着冷静地完成每一个动作 五名参赛队员中 齐心国的年龄最大 心理素质也是最好的 在炮地丁时 齐心国吸取了王家家失败的原因 在认真确定好地丁和底座的距离后 才开始用锤子砸地丁 天线很顺利地立起来了 齐心国才把第三地丁固定好 地丁固定好后 就要调整绳子的松紧 使天线能够垂直 按照规定 天线垂直度超过40厘米 发射方向偏差就会超过10度 这时就会被加15秒 把天线一端固定在线杆上之后 齐心国就向下一关进发了 他首先把线圈扔过铁丝网 但是没有扔过去 落在了铁丝网上 按规定要被加15秒 在日常训练的时候 架式双级天线 都是至少有两人完成 而现在根据比赛要求 必须要一个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 并保持通信畅通 这无疑给战士增加了很多难度 一些平时很熟练的动作 由于紧张就会出现失误 齐心国一不小心 将地丁线搅在了一起 用了半分钟才将绳子解开 很快 第二根天线就立了起来 接下来还要将两根天线之间的线缆拉起 并和电台连接 这样电台的信号才能发射出去 东央东央东央东修 呼叫 呼叫 听到请回答 东央东修 我是东央 我是东央 收你信号两个 你信号怎样 我送你信号两个天线架测完毕 好的保持守天啊 明白 最后裁判还要对绳子的松紧和天线的垂直度进行检查 齐心国用时11分14秒 对于这个比赛成绩他还是比较满意 出发的时候 到第一根电线架架起的时候 总体来说是比较顺利的 特别是这个在甩械跟这个架械的过程中比较顺利 然后到第二根电线架越过蛇腔铁丝网之后 到第二根电线架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地钉线有些混乱搅在了一起 最后出场的是全俊华和张瑶伟 个头较矮的全俊华 采用了双手抱着器材的起跑方式 比赛开始 两人进展还都比较顺利 全俊华用了不到三分钟就立起了第一根天线 但是 来通过铁丝网之后 他却遇到了一大麻烦 线篮被缠在了一起 着实令群俊华上了不少脑地 而张瑶伟进展也不顺利 在立天线杆的时候才发现 线篮也缠在了一起 好不容易才解态 全俊华虽然之前遇到一些麻烦 但是他接下来的动作完成的还比较顺利 很快第二根天线就立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意想不到的情况又发生了 线篮竟然从杆子上掉了下来 全俊华又不得不将天线放倒 重新把线篮固定 这才顺利完成任务 动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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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椒 动良 胡椒 收到请回答 动良 动良 我是动良 我是动良 收你信号两句信号怎样 收你很好 请注意 注意保持守天 最后比赛成绩 全俊华13分30秒 张瑶伟匍匐通过铁丝网之后 线篮再次给他制造了麻烦 好在本关比赛已经没有被淘汰的威胁 张瑶伟不慌不忙地将问题一一化解 感谢观看 动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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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叫动药呼叫听到请回答 动药动药我是动药我是动药 生气信号两句信号怎样 天线驾驶完毕请指示 好的保持守厅 是 最后比赛成绩张瑶伟16分08秒 本关第一个出场的队员王佳佳之前因为主动放弃而被淘汰 但比赛最后他提出要求让他再比赛一次 尽管不会做比赛成绩他只想证明自己 由于看了前几名战士的比赛过程 王佳佳对于比赛过程中容易出错的地方都已经了然于胸 他没有再出现任何的失误 动作也非常标准 最后完成任务王佳佳用时还不到十分钟 是四名队员中最快的一个 也是质量最好的一个 但这并不能避免他被淘汰的命运 最后比赛成绩 齐心国用时11分14秒 全俊华13分30秒 张瑶伟16分08秒 王佳佳被淘汰了 第二关的比赛结束了 现在呢请杨继师来点评一下 刚才看到同志们的比赛 从比赛情况来看 同志们精神比较振奋 大家机性比较高 天线驾驶质量比较好 这其中表现好的同志是齐心国 该同志好的方面是驾驶天线的时候 天线驾驶位置比较正确 天线地的比较直 地顶线地的比较准 比较深 表现最差的同志是玩家家 你在这款表现中 主要缺点是 第一 天线驾驶位置选择的不够正确 第二 在驾驶天线的时候 地顶线拉得不够紧 第三 天线杆子 驾驶的时候 比较弯曲 第四 天线的跪线 在拉的时候 拉得不够 到位 希望在以后的训练中 注意加以开火 好 非常遗憾 这一关被淘汰的是 王家家 请出列 主要原因就是在静静静把握剧场 耳朵是健太松 没办法立起来 对 因为一开始对中训练 张玉兰新的场地 又是第一个图场 感觉 那些适量 有没有这种感觉 虽然比赛输了 但是王家家并不认为自己的能力是最差的 他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心理方面 太过于追求完美 实战条件下 对报舞员提出了很高的 战场环境顺息万变 这一关主要是考验我们的报舞员 他们对通信装备知识的掌握情况 以及在实战当中的使用能力 要求他们以最短的时间来抢修受损的通信装备 使其完成通话 先来看比赛规则 第三关比赛 抢修电台 比赛规则 参赛选手迅速穿越障碍 将被拆散的电台组装在一起 穿越另外一道障碍 整理散乱的电缆鞋 到达终点后 利用电台和总部联络 然后将电台隐蔽起来 比赛中间损坏器材者加法15秒 无法沟通联络者直接淘汰 本关首先出场的战士齐心国 上一关比赛 他第二个出场 发挥比较初次 这次变成第一个出场 让我们看一下他的表现如何 这一关要跨越三道障碍 主要是考验战士的奔跑速度和身体素质 齐心国顺利通过水池和木杖 开始组装被拆散的电台 这些对于他们这些通讯兵来说 已经是非常熟悉 只是他没有注意到 在背起电台通过火圈时 不小心天线碰到了火圈 他被加法15秒 之后 齐心国有意加快了速度 希望能够弥补之前的事物 因为他知道这一关难度不大 大家在时间上的差别 也是非常细微 尽管很着急 但是齐心国在隐蔽电台时 诚然将伪装做得很可惜 这样又奖励他了五秒 东央东央 insal Bennett 终于隐蔽 凭办 齐心国最后用时 六分十二秒 齐心国出现失误 给接下来出场的全俊华和张瑶伟 减轻了些压力 为了这次超级战士的比赛 全俊华训练的最为刻苦 靠着坚强的意志 他一直拼到了第三关 而张瑶伟靠着熟练的专业素质 和良好的心态 一直和全俊华互相当想 这一关全俊华表现的几乎完美 没有出现一次失误 比赛最后用时 五分五十三秒 张瑶伟速度稍微慢了些 但是他对设备保护较好 因此时间减去十秒 张瑶伟最后用时 五分四十九秒 最后比赛成绩 张瑶伟最后用时 五分四十九秒 全俊华 比赛最后用时 五分五十三秒 齐心国最后用时 六分十二秒 第三关的比赛结束了 又将有选手离开我们的赛场 在离开之前 还是请杨继师来做一下点评 刚才看到大家的比赛 虽然进入了前两关 齐心国同志 你表现不错 但是在这一关中 你表现不够好 主要缺点是 虽说你的速度比较快 但是在本关中 你翻阅这样的时候 你的电台保护的不够好 导致了电台的天线 过火圈的时候 撞上了 严重的损坏了通信装备 第二 你在最后一关 进行隐蔽的时候 你的地形 隐蔽的不够到位 电台隐蔽的时候 有点突出来了 隐蔽物挖的不够深 周围 这边物 用的不够好 希望 在以后的训练中 注意加以克服 非常愉患 这一关 齐心国被淘汰了 请出列 这一项目的 可能会拍的最后 因为在过了第三个赞业的时候 天线由于跳得过高 不小心碰到上来 这个可能要导致扣描寿 其他地方自己感觉发挥的还算可以 因为从每一个赞业到组装电台 还送天线这些方面 坐在海上可以 暴武员的通信对抗主要表现为 抗电子电磁的干扰与反干扰 它是考核一名暴武兵的 全面综合业务素质的一个标准 本关比赛考验的是参赛选手 他们综合反应能力 这将是本次比赛的最后一关了 冠军将在他们当中产生 在我右边的是张瑶伟 左边的是全俊华 他们当中究竟谁能笑到最后呢 决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张瑶伟 你觉得今天这么大的风 对你的发挥会有影响吗 不会 全俊华 你觉得最后一关 最难的对你来说是哪里 风筝的干扰和干扰员的干扰 你有信心吗 有 好了 他们两位究竟谁能捧得超级战士冠军的奖杯呢 先来看比赛规则 第四关 抗干扰通信 比赛规则 发信台在常用频率上 不较五分钟 派发三百组等报 同时干扰台释放两组干扰信号 要求参赛队员 利用改评等工作方法 超收报文 漏掉一组加发两秒 错一组加发六秒 超收报文准确无误 且用时最短者获胜 在复杂电子环境下抗干扰通信 是考验通信兵超报能力的一项比赛 全俊华从通信车出发 到达指定位之后 用望远镜观察周围环境 确定没有敌情后 全俊华用密语和通信车取得联系 一项比赛 裁判员从通信车里 拨发一组报文 全俊华开始潮诈 拐针45 拐针45 这时通信频率上 出现另外一个干扰信号 无法听清报文内容 全俊华迅速与通讯车联络 改换另外一个频率 继续保持通信 与此同时 干扰信号也在改换频率 参赛队员必须要在干扰信号 找到新的频率之前 将报文超手 这一关全俊华没有出现漏报或者错报的情况 这一关全俊华没有出现漏报或者错报的情况 25分08秒 在通信专业能力上 张瑶伟要比全俊华略胜一筹 他对于这一关比赛充满了自信 比赛刚开始的跑位和观察 看不出两人之间有什么差距 真正考验他们的 是如何在抗干扰的情况下 超收300组报文 较量开始了 一断三 一断三 一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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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断三 两两 一断三 两两 AEC ZG AEC ZG IEC G L IEC G 张摇伟和通讯车取得了沟通 感染信号也掺杂了进来 张摇伟迅速通知通讯车 共同改换到另外一个频道 通信继续进行 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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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看不见消音的战场 却往往光乎着重大的情况 腰动腰腰动腰 腰动三两两 腰动三两两 IEC IEC N M IEC N M IEC E 1256 1256 拐勾45 拐勾45 5483 5483 126 126 3动14 3动14 4动18 4动18 2156 2156 拐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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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摇伟动作熟练 用时比全郡华要少 但是 出现了一组错误 被罚6秒 最后 张摇伟总用时 25分12秒 全郡华 最后用时 25分08秒 张摇伟总用时 25分12秒 比赛结束了 冠军产生了 张摇伟 你虽败犹荣 这关的专业性和技术性都非常的强 为了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能够看得明白 现在还是请杨继师来做一下点评 刚才看了两位同志 争夺冠亚军的比赛 全郡华 我看了你的全程比赛 你比赛当中 心理素质比较好 在收到干扰信号的时候 能够不欢不张的 处理情况 及时的改变频率 及时的换频 即时的用咱们的死别案令 来试探敌方的信号 可以说训练的效果完全体现出来了 张摇伟 虽然你最终没有获得冠军 但是你带给我们的精彩瞬间 我们都看到了 请初恋 作为移民编防战士 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档军事节目 同时感谢我们英雄的团队 联队这片热土 培育了我们 敢于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和好情 论实力我没有什么个人之处 但是我去做了别人 不愿意去做的事情 或许他们能做到 但他们不愿意去做的 反正我去做了 同志们 中央电视台超级战士 走进边防部队拍摄活动 圆满结束了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 举行颁奖仪式 首先举行迎军旗仪式 进来 我宣布 在中央电视台超级战士 边防兵是报警兵比武竞赛中 获得超级战士党 是边防六年一级事官全俊华 下面请分析田政委 为获奖队员参见 我宣布 我宣布 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城湖 有什么比这更高的荣誉 一栋苹果不会枪手 天一样的坚强 港一样维护 一栋苹果是苗栗 时刻准备冲冲冲 人生天赋 常在重处 超级真实永远 战国不胜 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城湖 有什么比这更高的荣誉 一栋苹果不会枪手 天一样维护